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一 群雄八强上演岛阁大战 2023年群雄逐鹿年度赛 在经过三轮淘汰赛之后 八强名单已经出炉 右半区聚集了珍宝阁 鱼岛 雪山 紫禁城四的顶级豪门 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 将上演兄弟们非常爱看的岛阁大战 二 十九技竞台童子成品 全服第一的十九技能竞台童子 又打上了神马 善恶 力批三本特殊受绝 这样一来这个童子身上就拥有了五个特殊技能 宝宝套装肯定会选夜战套 不会选择高幸运套 据了解 这个童子是逍遥服战老板星河自己打造的 一直以来 这位老板都非常喜欢自己鉴定装备和打宝宝 就连他手中的一千零七十九粒领扇子 也是他自己鉴定的 三 生日无缘冠军杯 在群雄逐鹿64进32的比赛当中 生日快乐与夫子庙侠路相逢 双方都上了国标点杀阵 比赛过程中双方不断在攻守之间转换 打得难解难分 最终生日快乐输掉比赛只不64强 5月2024年的群雄冠军杯比赛 4 2024年冠军杯名单 根据群雄逐鹿冠军杯的规则 一共有8支战队入选 要么是夺得过群雄冠军的 要么是年度积分靠前的 按照这个规则 2024年天元祖冠军杯的名单已经确定 分别是珍宝阁 区复孔庙 紫禁城 羽岛 移水雪山 西诈老街 夫子庙和奇云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